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它能够加持 希望它能够保佑 如果我们饮食无度 不明白礼节 这些主食神就不欢喜了 如果是租塔粮食 这个罪过就很重啊 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地区饥饿 我们得到饮食 有没有想一想那些受饥饿的人呢 你在每逢饮食的时候都能够想到 这个是慈悲心的流露 这个就是职功累德 先有这个念头 遇到这些灾难 你一定会换手的 你一定会帮助的 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去啊 世出世间 声言人都讲给我们知道 我们的建议 教我们防备到占 能够避免一切灾祸 为占 为是西美 占是缓慢 这些小事你要是不防止 渐渐就变成大的灾害了 所以小礼要守 小的过失要防止 小过失不防止 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 这个道理要明白 古姓先言所说的 微 微是起心动念 要从这个地方来防止 凡是不利于众生的 不利于社会的 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起 起这些念头决定是对自己有祸害的 念念能为众生 念念能为社会 它决定是有好处的 这个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 鬼神已经看得很清楚 已经记录得很明白 职小善就成大善 职小功就成大功 职得好 职得多 一生就受报 不必等来生的 我们在了饭四番里面看到的 愿了饭明白到你之后 一家人都受职功德 他得的是厌报 他命里面没有功名 从前的功名 是讲考尽事得尽事的学位 这个是最高的学位 他命里面没有的 他命里头只有受财 以后他考取举人 考取尽事 都是一生修的 命里面的寿命 只有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几岁 他没有去求长寿 命里面没有儿子的 他得了两个好儿子 这个就是现世转过来的了 修职得多 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 是我们的无范 所以世间人 往往贫困的人 还能够收福 还乐意收福 特别是有财富的人 疏忽了 不知道收福 我们看到很多 越是有财富的人 越是有财富的人 越论息 越捨不得 他花钱一定是 和他有利益的 好像和他没有现实的利益的 他不肯出钱 他把命里看得很重 他把命里看得很重 主财鬼王 这是我们世间人说的财神 主财鬼王就是财神 他的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 岳府有主财 按主者 岳府就是指东岳大帝 其实五岳是大鬼王 他的地位仅次于元罗王 元罗王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帝王一样 五欲 他们管车的区域很大 管好几个省的 比省长的地位高得多了 东玉大帝好像是管六七个省的 他有这么大的核区 过去张太炎曾经做过东玉大帝的判官 判官地位是很高的 相当于我们世间人说的秘书长 所以他对于鬼道里面的情形 跟人家讲得很多 讲得很详细 他下面有专门的主财的鬼王 在东玉里面说的是主财的鬼王 主财就是主财鬼王 我们世间人称之为财神 这个财神有大有小的 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的 因此称之为准 故有财不思 鬼淡其旁 以道之 你看 引 你有钱不肯报伺 鬼都祭导你 这个麻烦就大了 谁有事事来找你的麻烦 言泰相由金 还取人财者 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记住的 略夺别人的财物 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的 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 不用到来世的果报 去现世就遭受果报 这个恶报 这个事情在现在社会里面 很多很多的 我们看一下世间的股票 股票是什么呢 股票就是赌博 都是略取别人的财物 在股票上发财了 股票一跌的时候 它就跳楼自杀 家破人亡 眼前的果报 属于一类的就很多 这个是不正当的手段 它所得到的 我们刚刚讲过 都是它命里头所有的 命里头没有的 决定得不到的 略夺别人的 还是命里头所有的 等于是提前享受 损害到别人做罪业 自己的福报 提前享受完了 也是做罪业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财物各有其主 不易之财 决定是不可得的 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 决定没有好处 后面有主畜鬼 畜是畜生 是屋体里养的 这些畜生 也有鬼神 在那里监察的 我们对待这些畜生 也要有礼的 畜生是通人性的 昨天 李牧原居士跟我说的 是光明山养狗 很多放生 很多放生的狗 放在那里 他们观察到 这些畜生有灵性 喜欢狗的人 爱狗的人 狗一见你 就摇头摆尾 跟你很亲切 吃狗肉的人 劏狗的人 狗一看到它 老远就叫了 对你的态度 就很凶恶的 狗能够感触得到 狗能够感触得到的 不仅是一类的畜生 所有一切畜生之类 你不害它 它不会伤害你 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 那个是事实 缺无一丝毫的夸张 印光大师七十岁以后 这些蚊虫 跳组都不会去干扰它 这间房间 确实时尚有 乌鹰蚊虫蚂蚁一类的东西 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煮 这些小动物 签单都搬家搬走 为什么呢 人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 他过去的房间也有这些东西 他的一些事者 信徒要把这些东西清除出去 老法师说 不必啊 留他在这里啦 为什么呢 我自己的德行不够啊 留他对我自己是一个警察啊 是个警惕啊 所以大家就不动手啦 久而久之呢 这些小动物都被感化了啦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大师能够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啊 要尝生惭愧心啊 要向印光法师学习啊 下面 大十九二十 主琴 主兽鬼王 这个是讲琴兽啦 琴兽每一类 有每一类的鬼王 他这个里面也讲到 天台大师所讲的五行啊 当中的十二生肖啊 十二生肖都是琴兽啊 是属于一类的 这些鬼王也是菩萨发生大事 发生在里面的 大二十一位主未鬼王 美呢 我们一般人说的妖怪啊 是属于一类的 一类的众生 世人上讲啊 年岁九远啊 就变成妖怪 变成妖精 在中国最多的是树神 年岁九的老树 千年的老树 都有这些 怪物的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佛法里面说的是树神 年九 年九 以后呢 他逐渐就通灵了 他能够变化 他也有修行啊 他修行的是什么方法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们想象当中 大概也和人道相仿佛 很多很多修学的法门 那他们的修行 没有离开 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就变成一类 鬼没一类的 如果离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就是和佛道相应了 法道和世间所有的道门 差别就在这里了 所以他修行 终然得到神通 终然得到智慧 也不能够出来三界六道 是不能够来分别执着啊 底下一位啊 主产鬼王 产是讲生产 宋生保产啊 这一类的鬼王 好能得民间的尊重啊 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 保生大帝的庙 我们没有进去 是从他的门口曾经经过 看到片颗上面提 保生大帝 就是属于一类的鬼王 一类的鬼王 多半是女子的身份 大二十三呢 主命鬼王 这个是佛经里面说的 比撒门 主护四天下人命啊 比撒门呢 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 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为首领的 所以叫护世天王 这个是佛祝福他们 要保护四天下的人命啊 二十四主疾鬼王 疾是疾病 凡是人有生病啊 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的 生病啊 实在说啊 病人和医生都是缘分啊 所以 在生病的时候呢 心底最重要的是要清静 慈悲 慈悲 慈敬 那你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 你遇到的医生 医生和你开的药房 提供你的这些药物治疗的方法 往往有鬼神在那里来帮助的 如果你心底不清静 妄想很多 特别是邪恶的思想 那这个鬼王就要来找你的麻烦了 不理这个病就很苦的了 这个道理要明白啊 二十五位是主险鬼王 我说的是高山大海 这些危险的地方 那是他们的管车区 你看现在有很多喜欢登山的 也有很多航海的 这个都是很容易遭到险烂的 极端危险的 要知道啊 这些都是有鬼神管轻的地区来的 我们也有机会在地方游历的 现在讲观光旅游 所以地藏经上讲到 我们出门旅行之前 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 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篇 你的旅游就能得到善神保佑 旅游上平安啊 为什么读这个经 念地藏名号能保平安啊 这些鬼神和地藏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啊 你能够尊敬地藏菩萨的法门修学 他们看到生欢喜心啊 他们对你敬礼啊 所以这些危险的地方啊 空灾往往都能够避免啊 看下讲的三目鬼王 四目鬼王 五目鬼王 这些是从他形状上来讲的 他有三只眼 四只眼 五只眼 在 coviduki ug 然后 就是买尼锤 六只眼 5号 7号 5号 7号 7号 1号 7号 7号 8号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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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有作为大力天,也有作为火神,一类的 这个注子可以参考 当年港经在印度行河流域 港经的时间相当的长 佛广这些鬼神,他说麒麗塞王是在行河之北的 可能是属于印度的这些鬼神 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 在行河南北 阿那渣王 我们中国人称为 那渣 这个是 是属于天神和鬼神之间的 是属于天神和鬼神之间的 大概是四王天 来管核的 四王天 亦可以称他是天神 亦可以称他是鬼神 他是鬼神的首领 是 是称赫利天主的管核 是称赫利天主的管核 所以 实在是他也是大鬼王 四天王是鬼王当中的首领 再看底下经文 如是等大鬼王 各国与百千诛小鬼王 尽居厌浮提 各有所执 各有所住 这个是讲 鬼道里面社会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状况 和人间是相仿佛的 实在是讲 这种情形在六道里面 娑婆世界 他方诸佛世界 大致都相同的 所谓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结构上大致都差不多 这些鬼王 各有他自己的职责 各有所执 就是他的执掌 所主 他管轲的范围 他管轲的事物 是猪鬼王 与严罗天子 圣佛威神 及地藏菩萨摩萨力 巨艺涛利 在一面纳 这是说明 他们何以能够参加 涂利天宫 这个法会 这个是圣佛的威神 加持 地藏菩萨 平时的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才和地藏菩萨 来到涂利天宫 来到涂利天宫 参加 厌罗天子 护桂合掌 这个是致敬 百佛言 世尊 我等今者 语诸鬼王 圣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萨力 方德魏子涛利大会 亦是我等莫善利故 我今有小仪事 敢问世尊 为完世尊 慈悲宣说 这个是他们在法会当中 重要的活动 是来惩罚的 我等 等的范围好说 可以说是 尽去空遍法界 一切幽密 知主 在华言经里面称为 世主 世间主 炎罗同鬼王 也是世主 之一 数量 也是无量无边 华言的 华言的法会 清盛 地藏法会 也是清盛 我们在这个经里头 很明显地 看得出来 清盛 用现在的话来说 突破一切时空 这个法会 显示的就是一真法界 平等的法界 平等的法界 和华言 无意无别 得到佛的 佛的佛力加持 地藏 菩萨 威神的加持 他们才有 参与一次法会 的机会 下面讲的 亦是我等 获善利 故 参与这个法会 他们非常欢喜 他们得 大善 大利益 能够在 一次法会当中 听到佛 菩萨 们的开示 这个就是 获善利 听了之后 他还有疑问 所以 感恩 世尊 希望 世尊 对 他们开道 破除 他们的疑惑 这个是 你 惩罚 佛高 燕罗 天子 即与所 问 无为 语 说 世尊 非常 慈悲 说 给这些 元老王们 知道 你们有疑问 就说出来 随 你们所 问 法会 给 他 解答 在 佛法里面 最 紧要 是 破 迷 生 信 有疑 一定要 问 有疑 或 要是 不问 呢 决定 会在 收学 当中 产生 很大的 障碍 的 我们 讲 收学 诸位 一定要 知道 收学 就是 我们 现实 的 生活 修行 和生活 是一件事情 来的 决定 不是两件事情 现在 一般人 往往 把 收学 和生活 体造 是两件事 那就完全 错了 所以 他在生活 当中 不能够改善 他得不到 利益 得不到 好处 就是 这个 创的观念 所产生的 事事 艳罗 天子 尖离 世尊 吸回 是 地藏 菩萨 这是 礼节 这个地方 我们 也要学 这些人 是 随从 跟着 地藏菩萨 一起去 到 这个大会 当中 他们 向 世尊 请教 决定 不能够 忘记 他的 老师 地藏 菩萨 是他们 老师 也要 看看 老师 向老师 打个招呼 这个是 求老师 加持 二百 忽然 这样才 说 世尊 我 观 地藏 菩萨 在 六道中 百千 方便 而 道 罪 苦 众生 不 持 疲 决 是大菩萨 有如是 不可思 神通之事 而我是 先赞叹 地藏菩萨的慈悲 神力 岩罗天子们 对地藏菩萨的认识 很清楚 对地藏菩萨的慈悲 爱 不可思 对地藏菩萨的慈悲 于是 亏 都 不可思 到极处 地藏菩萨的慈悲 众生 哪个地方受的难罪苦 地藏菩萨决定到那个地方 决定不舍弃众生 他教化众生的方法 无量无边 这个经里面只讲一个大概 只讲一个降领原则 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細心去体会 何止百千方便 道化这些罪苦众生 永远是没有疲倦的 就好像普賢菩萨一样 尽未来济 无有疲厌 不疲不厌 美后一句是对菩萨的赞叹 有如是不可施神通之事 言诸众生脱获罪报 未久之间又多恶道 这个正是盐罪所疑惑的 谁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对他们说出来 这些众生脱离了 这些众生脱离了恶道 罪报就是指的三恶道 脱是脱离 或是脱离罪报 可是未久之间又多恶道 未久是很短暂的 注解里头举一个例子 举地狱里头 等活地狱 等活是属于八大地狱之一 这个地狱里面的寿命 与四皇天是一样的 人间五十年 地狱里头一日 这个人离开地狱 到人间来 在人间又造作罪业 纵然活上一百岁 死了之后又回到地狱那里了 在地狱看起来才是两天 人间一百年 地狱两天 他去了 两天就回来 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 日半鹅鬼道里面 诸位知道 鹅鬼道的一日 是我们人间一个月 人间过一年 在鹅鬼道才是十二日 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 接受地狀菩萨的教化 地狀菩萨苦口婆心 这样劝勉 他们觉悟了 回头了 一念回头 他就能脱离恶道 终然是在阿鼻地狱 也不例外的 只要你一念向善 那一念就超越了 不要看轻一念 我们世界人念佛往生静土 也是一念 临终那一念 如果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你想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一念就往生 平常叫我们念佛的是训练 就怕临终时那一念 不记得 那个念头错了 就坏了 平时好兵是练兵 临终最后那一念是打仗 你一口气断了 你去哪里去受生 就凭你临终一念 所以我们要重视一念 怎样才真正的有把握 比一念不会失了 一定要知道收福 有福报的人 真正有福报 不是现在有财富有地位的 不是的 这个福报是假的 真正有福报的 真正有福报 就是财富有地位的 不想生病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站住走的 坐住走的 非常自在的 这个人叫大福报 为什么说他大福报呢 因为他永远论会 也再不搞这些六道 他如果再返回到人间里 返回到六道路面里 他是大菩萨 他不是凡夫 他到世间里 是随里化身的 就好像一些严落鬼样 一样化身来的 他是来救苦救难的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绝对不是做业受暴 这个叫大福报 这个是真正的福报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要看明白 所以世间有漏的福报 不好求 我们要收无漏的福报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 真正明白的人 在佛家来说 是真正觉悟的人 这个是他们看到的现象 向世间的福报 向世间的福报 让佛家来说 让佛家来说 所以这种法文是属于利落有情文 不是他不知道 他是代众生文的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要想佛法 普遍这样宏扬 要想佛法 狗住世间 一定要知道 代众生 提出疑问 世尊 是地藏菩萨 既有如是 不可施以身力 运何众生 而不依止 善道 永取解脱 为言世尊 为我解说 这确实是我们的重大疑惑 他们很慈悲 代我们问出来 地藏菩萨的智慧 慈悲 神通 道力 和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这个我们要知道 地藏菩萨的学生 已经成佛的人 不计其数 没有法子去计算 而这位老师 还是居菩萨位 这个是慈悲到极处 为什么老居菩萨位 不用佛的地位 来导众生呢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佛是师道 世出世间法 一定要尊师重道 所以 以老师 只问来何 未问 往教 只要你到那里 去求学 没有说老师来教你 没有这个道理 换句话说 佛的身份 导众生有很多不方便 不能主动 去教化众生 也不能够说 是没有啟请 那就佛来讲 一定要有人去啟请 一定被人对法尊敬 对学术尊敬 老师才能教的 菩萨身份就不一样了 菩萨是同学的身份 学长的身份 所以就好像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作不请之由 这个是菩萨 法是不可以的 可以法要退到 菩萨的地位里面来 才能够广度众生 地藏菩萨 确实智慧 神通道力 同一切如来 没有两样的 为什么 这些众生 不听话呢 不尊照菩萨的教会 去永取解脱 实在说 我们看到 世间其他的宗教 乃至于看到 一贯到里面 一贯到里头的经典 里头也提到 劝人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永取解脱 他这个里头也有 也是劝人念观世音菩萨 消灾免难 那人为什么不肯听呢 我们说句笼统的话 是业障杂气太重 也就是贪亲痴 妄想太重 放不下 里面 无耻劫来的烦恼集气 外面又受外头警戒的诱惑 五欲六层的诱惑 现在五欲六层里头 再加上妖魔鬼怪 那个力量就更大了 所以先出了地狱来 到人间没多久 又被迷惑了 又造罪业了 那又向下堕落了 不是地藏菩萨 没有这个能力啊 而是众生不肯听话 不能够依教奉行 所以才遭这些苦难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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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